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人体的阴阳平衡而出现的疾病 也就是导致了人体阴阳失衡这个原因 就是所谓的病因 其实病的这个问题是挺复杂的 但是在中医理论里面呢 倒是非常概括 什么叫病了 就阴阳失调了就叫病 什么叫没病呢 就阴阳协调 就是没病 就健康 简单的说 概括的说 就是这样的 在病因分类上 内经里头分过阴阳两类 两大类 或生于阴或生于阳 生于阳者得知风雨寒暑 那就后来我们所说的外阴之类 那就后来我们所说的外阴之类 生于阴之类得知饮食居处 阴阳喜怒 那就是后来我们说的内阴一类 所以内经分病因来说 总的可以说它分成两类 分成阴阳两类 由于外邪引起的 引起的疾病 那个原因或者外邪 那就叫阳的一类 隐时 居处 阴阳 阴阳泛指男女 两性而言 喜怒 代表其情 说隐时 喜怒 防食 等等 这些呢 容易使病从内生 做病因分类说 那些病因就属于阴的一类 所以我们教材上说 内经所论述的病因 有外感失邪 情质过激 饮食失调 劳疑失度 起居污解 跌扑损伤 以及 病气遗传 这个内经里头都涉及到了 我刚才只说从分类讲 它可以分成阴阳两类 但是说包含的内容 它可以包括这样一些内容 也就是说这样一些个 问题 都可以使疾病发生 都可以产生疾病 或者说都是导致疾病的原因 但是话说回来 我们学习内经 病因的理论 我想还应该注意两个问题 一个是病因的相对性 一个是要注意病因的相对性 所谓相对性 就是同样是一种原因 对有的人是得病 对有的人是不得病 因此对得病的那个人来说 这个原因他就是病因 对没有得病的那人来说 这个同样的原因 他就不是病因 所以是相对的 大家同在一个环境里边 学习 工作 生活 比如说有的人他就得了感冒 或者受暑了 或者受疯了 或者受寒了 而其他的人他不感冒 那么因此那个环境 对于有病的那个人来说 他就是病因了 就有病因存在 而对不得病的人来说 那是正常的 咱们就从气候变化来说 那个气候变化 对没病的人来说 人家不算病因 对有病的人来说 得病的人来说 那就他就算病因了 所以说是相对的 但是你说 这个过于剧烈的原因 很多人都得病了 那就对很多人来说 他都是病因 所以呢 这个病因呢 是个相对的 气情刺激也是这样 同样的刺激量 对于有的人 那就引起疾病 而对外的一些人 就不引起疾病 我们在经脉别论讲过的 惊恐会劳 都可以使人得疾病 但是呢 勇者气刑自已 惊恐会劳这些原因 都可以使气血发生紊乱 那么紊乱呢 勇者气刑自已 人气运行之后 没事了 确者则捉而为病 同样的原因嘛 对于身体弱的 对于这个精神状态差的 那么他就可以成为疾病 所以我说 这个病因是相对的 在研究中医理论的时候 在认识临床问题的时候 应该考虑到这样的问题 考虑到他的相对性问题 所以说 从中医理论上来说 就很难说是 零下多少度就寒 零上多少度就熟 从理论上说 就很难定这个 所以我们在认识问题 和研究问题的时候 应该有这样一个前提条件 应当认识到 这样一个特点问题 我想谈病因的时候呢 应该首先要注意 它一个相对性 是在这里要提出来的 和相对性有关的问题 或者说也是个相对 对于具体病因而言 得外感了 这个外感到底是热性的 还风热感冒呢 比如最常说的吧 到底是风热感冒呢 还是风寒感冒呢 对具体病因的确定来说 还有一个审症求因的问题 也就是说 到底这个外感病是属于寒呢 还是属于热血引起的呢 如果将风的话 反正风为百病之掌吗 六阴之首吗 长家风血 你就是到底风热呢 还是风寒呢 这个呀 其实在很大很大程度上 并不是要分析 那天的温度到底是多少度 到底是寒了还是热了 如果是最近这一批感冒 很多人都感冒了 那么大体上都是这样 气候变化也很明显 那倒好像一般说可以确定 最近这一批感冒是什么性质的 大致上这么说 也只能是大致 如果不是这样 分散的 个别的 有人来来来来换外感了 感冒了 来找我们来看病了 到底是风寒还是风热 你说怎么分析的 不是问他 你那天坐在屋子里头 室温是多少 或者你去外头劳动去 外头跑步去 温度是多少 风力有多大 医生中医大夫大概不是想这个事 而是要看看这个病人 他的表现 他的临床症状如何 根据他这个临床症状来确定 是风热呢 还是风寒呢 所以是沈正求的因 根据他的临床表现 来推求研究他的病因 同样是一个环境下 得的外感病人 有的甲就可能是风热感冒 乙医就可能是风寒感冒 这是在中医看来是很常见的事 因此对甲病人就可能用心凉解表 对乙病人就应该用心温解表 他俩在同一个环境下 甚至于是可以说就在同医环境下 得的外感病 治起来就是不一样 因此说是要 沈正求因 同样的了 沈正求因来说 那你这个因到底直接治病因素是什么 他就不是看着这个 单纯看着直接治病因素 直接治病因素固然 所谓直接治病因子 现在叫因子说的多 不是单纯看他这个 更主要是看这个病人的临床表现如何 根据他这临床表现 我们确定 他是属于什么性质的 疾病 外感病也这样 内伤病也这样 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说 大家都得这种病相非常类似 所谓传染性的疾病 那可能他们有共同的地方 但是呢 也难说 今年的这种病和明年的这种病还一样 那倒不一定了 那要看明年这种病的出现的症状 是不是和今年出现这种症状 一样 或者非常相似 或者非常接近 不然的话 那就改变了 今年得的这种病和明年的这种病 那就治法上就应该不一样 这是中医理论的特点 所谓个性化 人跟人不一样 时间跟在不同的时间之内 就会出现不同的情况 所以要不怎么治疗上会有个因时因地因人至疑呢 天地人嘛 考虑全方位的考虑这个问题 来研究这个病因是什么 所以沈正求因呢 是个很重要的特点 对吧 不是说因为西医学的 他一般要求病因的话 现在有很多的理化指标 当然有些也找不到 但是有很多疾病是有理化指标的 查到了 这个病毒是什么病毒 这个细菌是什么细菌 是什么病毒就应该用哪些抗病毒的药 是什么细菌 哪类细菌就要用哪类抗生素类的药 因此 不论是谁得了这种 得了这样的病 是这种病毒和这种细菌感染的 都是同一个药 那中医就不能这样 不同人表现出不同的症状 就很可能是相反的药 所谓相反的 就寒热温粮会是不同 相反甚至是这样 这个应该是温药 那就可能是良药 我认为这也有咱们的先进性 先进性就在于个性化的治疗 所以病因呢 学习病因的理论 就应该注意这个问题 不要被那个 所谓具体的致病因子所局限 你就看到它 好这是什么病毒 换的换的出来 你也想我哪个要去抗那病毒 有的时候你想的抗病毒 不见得效果好 如果用这个思路去想问题 我不是反对 这种思路有点没关系 比不知道强 是吧 这是什么细菌感染呢 我用哪个药中药能够抗那菌 人家现在也有一定的药的研究 有这个思路 可以不可以 可以 但那不是辩证实质的主要思路 所以 所以病因的问题呢 是 破坏人体 体内的阴阳相对平衡 而导致疾病的原因 这样说是对的 但是呢 对具体治病 那种原因而言 它又是相对的 这种相对性 表现在临床上 不同的人 尽管是在相同环境下 他可以得不同性质的病 即使受病原因很明显 但是 他表现出的症状 和他受病那个原因 已经不一样了 临床表现 他已经不一样了 因此 对这个病因 你 我们就不要再认定 他就是那个 直接治病的原因了 那样认识就不全面了 是不是受的寒 是 明显是受的寒 但是过几天 他已经不是寒了嘛 他出现热症 那就等热治 茫茫汤开始的时候 是受的寒 太阳伤寒 过几天不好 就除了阳明 阳明经症 阳明辅症了 开始病因 是不是那寒是寒 但是那阳明经症的时候 你还治寒行吗 他不是寒了 临床症状出现热了 审症求阴 求着这就热 就得用清热吧 这才是我们的特点 这是病因的问题 病机 咱们教材也给他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来 就探讨这个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 比如说阴阳盛衰啊 邪症虚实啊 升降出入失调啊 这些 就是分析这样一些规律 也就是分析病机 还有一些症状是怎么产生的呀 他怎么就由寒变成热了 或者他这病人感受了寒邪 他为什么就要发热物寒了 分析这些个道理 产生这些症状 发生发展变化嘛 当然也包括症状的产生 症状的变化 这个规律是什么 或者说这个道理是什么 他为什么有这样的症状出现 这个症状出现之后 他又为什么产生其他的症状 其他症状和这个症状有什么相关 怎么变过去的 怎么产生出来的 分析这些问题是很重要的了 只有分析清楚这些问题 我们才能够正确的认识疾病吧 正确的认识疾病了 你才能正确的判断疾病吧 做出明确的针断嘛 能够断病 所以病基 认识病基 分析病基 其实我看分析病基的过程 其实就是辩证的过程 我们不是要讲就辩证论治 辩证论治吗 辩证的过程 其实就是在那里分析病基 你通过什么过程 变出的症呢 就是分析病基 分析病基 最后出来 哦 是这个问题 症出来了 所以说病基 是疾病发生 发展 变化的规律 教材提出来 有关病因病基的记载 在内经里头有很多篇 咱们这里指出 主要的是有生气通天论 素问的 玉基真脏论 还有治真药大论 举痛论 以及灵书的 百病史生等等 这个问题在内经很多篇都有 关于病因的问题 关于病基的问题 我们教材呢 重点的选了这样几篇 第一节 选的是素问的生气通天论 这是全篇 选到教材里来了 作为病因病基 第四章的第一节 为什么叫生气通天论呢 关于片名的问题 生气 就是生阳之气 或者说就是生命之气 其实 本篇所讲的 就是主要是指的阳气 生气 在这里主要是指的阳气 因为人有了阳气 才有生命 才能不断的化生 或者用下代话叫生化吧 才能不断的生化 所以叫生气 阳气 叫做生气 叫生阳之气 生命之气 就是指的阳气 这一篇呢 因为它重点是讨论了阳气 对人体生命的重要作用 当然也谈到了阴经的重要作用 也谈到了阴阳相互协调的重要作用 但是呢 它突出要讨论的是阳气的重要作用 对生命来说 阳气的重要作用 所以这个篇名叫生气通天论 哎 这是说的生气 通天呢 这天是泛指自然界 也就人体生命之气 是和自然界相互通应的 我们讲过这方面的内容了啊 阴阳阴相大论 不是讲的硬相吗 六解脏相论 不也讲的四十五脏阴阳的问题吗 它把五脏阴阳都是联系起来的 那都是把人和自然作为一体 统一体来看待的 所谓天人和一 天人相应 天人相通 生命之气与自然界之气相通应 因此叫生气通天论 第一段 就是说生气通天 这第一段呢 可以说解释一下生气通天 我先读一遍 皇帝约赴自古通天者 生之本 本于阴阳 天地之间六合之内 其气九州九峭 五脏十二节 皆通呼天气 七生五物 七七三 硕犯此者 则邪气商人 此寿命之本也 苍天之气 清静 则智一智 顺之 则阳气故 随有贼血 佛能害也 此因时之序 故圣人 专精神 福天气 而通神明 失之 则内壁酒窍 外用肌肉 为其散解 此味自伤 气质消也 下边串讲 自古通天者 他认识这个问题吗 说自古以来 通晓天道的人 通晓天道 通晓自然规律 都有这样的认识 什么认识呢 生之本 本于阴阳 一切生命的本源 包括人体 生命在内 在于阴阳 协调与统一 这是生命的根本 怎么才能有生命 怎么才能产生 新的生命 也就是说 所有的生命在内 那都是 它的本源 它的根本 在于阴阳 协调与统一 所以生之本 本于阴阳 是啊 我们在讲阴阳 音响大论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 阴阳者天地之道 万物之刚迹 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始 神明之福也 那不是也是讲的 这个道理吗 那是讲的阴阳吗 是 不但治病 必求于本 万物之父 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始 所以这个道理 是一样的 生之本 本于阴阳 天地之间 六合之内 天地 六合 就是讲的 宇宙之内 宇宙之间 六合是指的 上下 四方 东西南北 四方 上下 这没个范围 下还好说有范围 下就是地 脚底下 这就是下 天 地 四方 或者上下 四方 四方是东西南北 也没划定界限 因此这个六合是指的 天上下四方啊 和上面 前面天地呀 其实是一个意思 就泛之宇宙之内 六合之内 还不就宇宙之内吗 天地之间 六合之内 齐齐九州 这个七呀 是指着人了 九州二字 叫他有注视 怀疑是个眼闻 因为九州九窍 有时候作为同一词来看 但是九州具体来说 九州还是有的 地面上分的九州嘛 古代的地理呀 区域呀 划分为九州 就是记州 养州 青州 徐州 教材三 注视三 扬州 京州 玉州 梁州 雍州 第十九州 九窍 人之九窍 五藏 人之五藏 十二截 十二大的关节 也就是万肘 肩 怀 跨 七关节 上支三个万七 那个万肘 肩 下支三个大关节 跨关节 七关节 足怀关节 这么一边 上下边六个 左右 左右共六个 下边左右共六个 所以十二截 是说在这十二截 九窍 五藏 十二截 其实这是泛指人体 整个人体 皆通乎天气 都和自然界之气相通样 七生五 其 七三 这个七 是指了自然界的阴阳 自然界的阴阳 化生五行之气 如果阴阳于五行而言 阴阳是属于阳 天之气 五行属于地之气 自然界是阴阳 化生五行之气 自然界阴阳 一个阴阳又化为三阴三阳之气 那么如果按传统的哲学观点 首先是精气 一个精气分为阴阳 一个阴阳又分为三阴三阳 它是先由一个精气化生 然后化生为二 所以一生为二 二生为三 它是这么生法的 有三就能化生万物 所以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啊 咱们中医的内经的理论呢 是和古代的这种哲学思想 是相一致的 是有的 有的有的医生问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阴阳怎么 阴阳是二 怎么又生出三来呢 三阴三阳 那是跟古代的哲学观点 相密切 相联系 相一致的东西 自然界这阴阳化生五行 阴阳又分为三阴三阳 先一个精气化分为阴阳 阴阳就一分为二了吗 那不阴阳者一分为二爷吗 这阴阳者一分为二爷 这观点是在黄帝内经太速 阳上善 黄帝内经太速的住室里头 已经这么住了 阴阳上善是随末唐初的人吗 那这就提出了一分为二 然后到明代的那个张建兵呢 在写内经的时候 又明确说了阴阳者一分为二爷 阴阳就是一气分为阴阳分个二 二又分为三就分为三阴三阳之气 所以一分为二是中国哲学的传统的观点 我记得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特别要学习毛主席的一分为二的理论 当然原来我们就有一分为二 毛主席又把它发展了一下 但是他说的还是这一分二 这是中国传统的东西 然后阴阳又分为三阴三阳之气 这是讲的 下面又说了 硕犯辞着 则邪气善人 硕犯就屡屡的违反了人和自然相统一的这个规律 做邪气善人 你违反了这规律之后 人体自己正气就不足了 屡屡的违反那个正常的规律 外邪就可以侵犯人体了 所以外邪侵犯人体 它有一个前提 首先是人体违反了规律了 此寿命之本也 所以这个是跟人体寿命密切相关的问题 或者是寿命的根本所在 如果能够符合自然界的这个规律 把天地人作为一体来很好的协调 那么就可以长寿 就可以达到天赋的寿命 如果违反了这样的规律 寿命就自然就夭折 就不能长寿就短寿 所以说此寿命之本也 下面一段说苍天之气清静 苍天之气啊 其实还是指的自然界 自然界的环境 当然天就是苍天 又叫清天 用苍用青色来形容它 其实是个幽远的意思 天气 苍青 玄 就是很幽远 清静 就是指着正常 而不紊乱 清静 是指着自然界的规律 是很正常的 没有紊乱 这是自然界事实上 对于人体而言呢 那么人体的阳气 生命之气 生气 是正常运行的 怎么样 则智一致 精神上 就是非常的调顺 智就是调理嘛 也不紊乱嘛 人的精神活动 和自然界的 规律是相一致的 自然界的阳气正常 这个运气 这个天地之气的运行正常 那是自然界的 人体呢 阳气调顺 那么人体的智义 精神意识 也是很正常的 所以 清静则智一致 顺之则阳气固 如果遵从着 使它调顺这样规律 那么对人体而言呢 则阳气固 阳气就能够固密 阳气固密 就可以顾护体表 抵抗外邪嘛 如果阳气失常了 没有顺从的自然界呢 一个清静的正常的 天道这个运行那样子 来保护阳气的话 那么阳气就要 不能固密 所以就容易受到外邪的侵袭 顺之的阳气固嘛 所以随有贼邪 佛能害也 贼邪就泛指邪气了 伤害人体的一切邪气 犯指邪气 犯指邪气 侵犯人体的邪气 或者说是病因 就是随有那些的贼邪 佛能害也 他不能伤害人体 因为什么呢 人体有阳气固啊 阳气固密 抵抗外邪 也就正气充足嘛 此因实之虚也 这个十就是四十 春夏秋冬四十 就是指的自然规律 这是由于此因 顺着 这因呢 也可以作为顺来讲 顺从来讲 顺从着自然界的顺序 自然界的规律 序就是顺序 就是规律次序 温热凉寒等等 这样的规律 阴阳升降 都服从着那个规律了 顺从着规律了 所以 所有这些 佛能害也 故圣人 专精神 福天气 而同神明 圣人 是指着 神通养生之道的人 这个砖呢 有的人 做的团 做的团也可以 你看在教材 就是九 一百二四页 最下一行 余悦 内经辩言 著 说 这个 这个船子 读为团 聚也 聚精会神 的意思 读成专 也可以 专精神 就是专一精神 还是全精 聚精会神 的意思 聚精会神 专一精神 专一精神 就是精神 不紊乱 不是胡思乱想 这专一精神 福天气 福也是顺从的意思 福从自然界的规律 福天气 而通神明 这个神明 是指着阴阳变化 阴阳变化之妙 因为有些东西 我们知道 里边是在那里 有阴阳变化 但是具体怎么变化 不见得看得清楚 所以阴阳变化 是微妙的 因此就把它叫做神明 这个 懂得养生之道的人 他要专一精神 专一精神 就是不是胡思乱想 专一什么呢 专一养生 是 我们学习 要专一学习 也叫专一 工作 专一工作 也叫专一 在精神 专一 而正直 专一就正直了 专一 歪门邪道 不叫专一 专一就是指着专职 也就是专一而正直 精神上专一而正直 对人体的正气 对人体的气血的运行 是有帮助的 或者说 它不会使人气血 稳乱 那么如果精神不专一 不正直 歪门邪道 七想八想 那对人体的正气 会造成紊乱 这将来在讲养生的时候 还要提到的 如果能够做到专一正直 他就劳而不倦嘛 虽然也在劳动了 但是并不疲倦 如果做着这活 心里想着那个事 还有很多事呢 其实工作也没做好 其他也还落得很 非常疲倦 非常疲劳 所以圣人对养生来说 要专一精神 要使精神专一 当然这里的专一啊 也一是专一 不要胡思乱想 一是它也包含一定的甜蛋的意思 包含甜蛋 甜蛋有一些虚无啊 安静啊 要使得心情非常安静 顺从的自然界 这规律 这样话呢 它就可以做到了通神明啊 做到了和神明阴阳变化 相统一 通 就是统一的意思 和自然界的阴阳变化 相统一 之所以把这个阴阳变化 叫做神明 是因为阴阳变化 非常微妙 它可以产生非常多 非常多的变化 但是呢 那种变化都是阴阳 在那里相互作用的结果 所以把它叫做神明 这是说的圣人呢 就可以这样养生 失职 如果不是这样 做内壁酒窍 外拥肌肉 如果违反了规律了 就导致人体的疾病 那么举例来说呢 首先提出是五脏之气 就不通畅了 五脏之气不通畅 所以九窍就不通了 所以内壁九窍 这个九窍 是人体内脏之气 所灌注的地方 上七窍 下二窍啊 耳目口鼻啊 瞧二音啊 这九窍啊 是五脏之气 所灌注的地方 五脏精气 所灌注的地方 如果呢 违反了养生的规律 导致了五脏的功能稳乱 五脏之气 不能调畅 不能通畅 所以就出现九窍 内壁 叫做内壁九窍 导致九窍的疾病 就是因为九窍 是五脏精气所灌注 由于不能养生 正常的养生 所以使得九 使得五脏之气 不能顺畅了 于是乎出现九窍的症状 外拥肌肉 肌肉也不通畅了 外拥肌肉 就迎胃之气 运行之长 运行失常 肌肉之气 拥塞不畅 肌肉之气 拥塞不畅 其实就讲的 迎胃之气 拥塞不畅 胃气散结 胃气也是阳气了 所以这里头 讲的生气通天 主要是讲的阳气 具体而言 很重要的是讲的胃气 胃阳之气 胃气散结 散结就是解散 消耗 就耗散了 此为自杀 气之消也 消就是消弱 阳气消弱 气之消也 这个阳气消弱 不是由于自然的问题 不是由于环境的问题 而是由于人自己 没有做到 专精神 敷天气 而通神明 是自己给自己 做的损伤 不怪天 不怪地 这个是讲的 生气通天 以及应该注意 把人体生气 生阳之气和自然界 联系起来 来养生 不然的话呢 就会导致了 阳气的受伤 而出现很多的疾病 就说了这么一个大道理 生气通天 生气通天 这个大道理啊 咱们这个教材上题 一百二十五页呢 有一个理论阐释 谈的关于生气通天的问题 这个问题 它突出的是 天人相应 天人合一 这样一个思想观点 属于内经天道观的内容之一 把人体和和自然环境 作为一体来看待嘛 这个明确提出 叫生气通天 下面我们看 这个第二段 就一百二十五页 那么一行多那个原文 这一行多的原文 讲的是 阳气的重要作用 我读一下 阳气者若天与日 失其所 则折寿而不张 故天运当以日光明 事故阳 阴而上 为外者也 就这么两句话 这要熟记 或者说背下来吧 这么一句话 背不下来吗 阳气的重要作用 比喻 人体的阳气 就好像天上的太阳那样 自然界如果没有太阳 这就不可想象 是个什么样子 是吧 他说人体的阳气的重要性 就好像自然界有太阳那样的重要 那你要对人体而言 这自然界如果没有太阳 有没有人类 很难说了 所以他说 阳气就是那么重要 若天与日 就好像天上的太阳那样重要 也就好像自然界必须有太阳 失其锁 锁就是锁在呀 场所呀 失其锁就失去其正常的作用 失去其正常的规律 不能够按其规律正常运行 这都叫失其锁 也就是阳气呀 失其锁 怎么样呢 就折寿而不张 折寿就是短寿呗 不张 寿命不张住 张是显著吗 寿命不显著 生命不显著 短寿身体很衰弱 而不能长寿了 所以阳气失其锁 失去它的正常规律的话 那么就使人短寿 而生命 而身体不健康 故天运当以日光明啊 所以天体的运行 应当是有日才能光明 没有日就不能光明 人体呢 它对人体而言的阳气 日对自然界而言 日为阳嘛 月为阴嘛 所以对人体而言的阳气的作用呢 是有向上 有保卫人体的作用 事故阳因而上 为外遮掩 这个阴 教材注释四 作为顺阴 以一顺来讲 也就是阳气才能够有 向上向外的作用 这个阴字啊 这个阴字啊 其实还有一节 咱们教材没有解了 阴字也可以作为大来解 你看那阴字的阻子嘛 包围着这个大 也就形容是大的意思 阴有大的含义 如果做这个含义呢 来讲呢 所以说阳气啊 很 很大 啊 很强大 或者很庞大 阳气作用很大 而且又有向上和向外外的 这样的作用 也可以讲 做阴 做依顺 做这个顺阴 当然也可以 这是讲阳气的重要作用 所以这一句话呀 一行多字吧 一定要背下来 翻过页来呢 这个理论阐释啊 是讲的阳气的重要作用 这一点 我这要重点提出来的呢 就是一个重阳思想 在中医理论里边 有一种重阳思想 就重视阳气 当然也有人说 不重视阴晶嘛 没人不重视阴晶 也重视阴晶 也重视阳气 更重视阴阳协调 但是在阴阳两者之间 从那个理论上来看 确有强调阳气重要作用 强调阳气作为主导的作用 阴阳之间的关系 阳气作为主导的作用 确有这样的理论 内经也体现得出来 而且这个理论 在临床上也还 体现出这样的特点来 所以中医在看病的时候 经常重视机能的改变 说这胃不好 食欲不振 那么治来治去 在说不疼了 食欲不错了 脉象上磨磨没什么大变化 其实呢 可以认为是好了 吃饭也不错了 食欲也不错了 身体也结实了 这就算好了 不必再做那个胃镜去瞧瞧 到底 那溃疡涨上没有 一般的说这样 它也涨上了 自古以来就强调 它机能好了 就是好了 机能好了就是好了 观点实际什么机能对形体而言 它还是把它看作是阳气 当然咱们教材也引了张介冰 在内经府义上的话 天之大宝 只此一弯红日 人之大宝 只此一夕真阳 强调了阳气的重要性 在内经里头也有体现 休息一下 因为我们都已经分职了 算不透了 受疫症 表现实际上 的内容 以这些执币 的个人 参照 内经历 做人 做人 感谢观看